新学期就快开始 美国零售业连锁巨头沃尔玛 广告也打很凶 最新数据显示 沃尔玛第二季营收年增4.8% 优于预期 但其实全美零售业业绩都蒸蒸日上 这显示7月消费者支出依旧强劲 更不用说才刚公布的7月CPI 是三年多来 瘦度降到3% 未来经济前景看好 刺激美股周四四大指数都收高 到穷大涨554点 美国消费者阿萨利涛荷包 也是因为领食业救济的人 达到五周来新低 经济强劲超乎预期的 还有日本 今年第二季GDP成长超过3.1% 因为来自各国的旅客 趁日元跌到历史新低 狂砸钱买复古奢侈品 贡献业绩 哈日足想抢便宜就得趁现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均 谢谢观看